季节五个百分点 30号台股反弹上涨88点 指数冲回8600点之上 久违八大肋骨起涨 不过面板产业景气还是有异律 我想大家也知道平板线其实是衰退的比较严重的 那从基来讲 中国市场的衰退比别的地方会大一点 那搞不好会掉到这个各位数的成长 市场需求下滑营运转弹 群创第二季营收937亿 税后盈余54亿 季节百分之37.5 EPS0.54元 外资看栓面板双虎 友达率先遭到降频 港商连仓双降平等跟股价 美龄下修预估值到11.8元 以发盈巴黎的8.7元最低 第三季大家会预期的是万季 但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有点延迟 那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客户 其实他们还是很积极的在规划他们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展望面板叶第三季 忘记不忘 就连一项看好的大尺寸市场 出货量可能寄减百分之五 专家认为产业景气入秋 断期基本面难有好消息 三连行为窗户陈一杰台北报道